王迪划着船,忽然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,沿着岸边跑,好不容易,他才看清楚那是小倩。 王迪好高兴啊,连忙把船靠岸,他们俩紧紧地抱在一起,决定要一起离开。 对,小倩和王迪一路旅行,最后在一个遥远的村落住下来,他们结了婚,有了两个孩子,过得非常幸福。 有一天,小倩哭着对王迪说,他好想爸爸妈妈,其实王迪也很想家,听到小倩这样说,就决定带着他回去一趟。 他们到了码头,王迪说,让我先去见见你的父亲,我向他道歉,看看状况,然后你再回家,好吗? 小倩的爸爸见到王迪,非常高兴,王迪说,我和小倩已经结婚了,还有两个孩子,之前没和你告别就离开,我们真的很抱歉,请你原谅我们吧。 小倩的爸爸吓坏了,说,你在胡说什么呀?你一离开,小倩就生了重病,到现在还躺在床上,连话都没办法说呀。 现在轮到王迪吃惊了,这怎么可能呢?我保证小倩好得很。 你还当外公呢?我马上把他带过来。 王迪去找小倩的时候,爸爸连忙到小倩床边,告诉他王迪说的事情。 小倩一面听,一面微笑,他什么话都没说,就从床上起来,急忙下楼。 这时,王迪也带着小倩回来了,两个小倩一看到彼此,马上就变成一个小倩。 熊猫停了一下,接着问他们,哪一个小倩才是真的?他们是同一个人吗? Eddie,Michael和三个人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。 他们正要转头看身边的净水大师,却发现坐垫上只剩下一张面具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,坐在他们前面的熊猫,却变成净水大师了。 他的手在万圣节糖果里,掏呀掏呀。 我这里有好多水果糖和薄荷糖,你们谁有足足口味的巧克力? 我有足足口味的巧克力,我特别为你留的,凯尔说。 谢谢你,谢谢你,净水大师说。 卡尔向净水大师伸出大拇指说。 我才要谢谢你呢,你的故事真是妙透了,今年的万圣节要特别好哦。 中文字幕后来说。 感谢观看